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會用這部電視機來拍這條廣告產品片 首先講一下為什麼要用電視機來拍呢? 因為我自己拍攝的時候不會有那麼多顏色的背景字 所以沒有的時候又怎樣拍呢? 但又想出那個顏色的顏色 我們就會選擇用電視機 電視機用Photoshop去做顏色的時候 就可以有很多種顏色 拍出來的時候就可以做到顏色的效果 所以其實是一個可以折衷的方法 如果你沒有一個攝影室或者沒有一個顏色的攝影棚 讓我先介紹一下今天的主角 今天的主角就是四季餅點出的賀年禮盒 這是一個櫻花蝦味的煲胎鬍 是新年限定的 之後我們後面有一個42吋的電視機 之後就接駁一部電腦 電腦之後就出一個Photoshop的顏色 接駁一部電視機 接駁一部電視機 然後我們身後面就有一個Aputure 120D 這個燈是用來做主角燈 接駁一部電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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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box的話 其實它也挺漂亮的 設計的 其實我是想那個product 是一個backlit的sillaret 之後就慢慢push out 一個zoom out的angle 之後就慢慢review 那個產品的brand 牌子和換的設計 所以我現在要做的就是 將那個focus 設定做manual focus 之後我就用這個pocket light 這個超光 你看 這個pocket light 一會兒去跟 去打那個光出來 去打那個線條出來 好 那現在來啦 接著呢 現在就要拍一個hero shot 那Hero shot的時候 沒理由只有一個罐 所以呢 我都會把裡面的餡料 就拿出來 放在一隻碟裡 接著就組成得漂亮的 做一個Hero shot 接著拍這個照片 就是想 這次就是想特別一點 想這隻碟 好像別人的啤酒 一推過去 推到正中間的照片 好 好 應該這次應該可以了 一會兒看看 現在呢 我會拍一個key in的bodaai soul shot 那因為呢 我就用那個橙色的background 用來做一個key底 之後呢 我就把我的boda soul 就把它 剛才使用竹籤插住它 然後呢 就變成這樣 對了 到時候呢 就會貼在中間的時候 我就會在那裡 轉這一支 那我轉這一支 那我轉這一支 竹籤的時候呢 那其實我 Capture完整個boda soul的形狀 那我到時候做後期 做animation的話 都可以很容易方便 那譬如 但是有竹籤 那竹籤不要緊的 一會兒可以用after effects 就很快就可以 把它弄走了 首先 是要對著focus先 對著focus之後 是一個menu focus 那它的focus 就不會到處走來 Auto focus 到處走來走去 那因為本身其實呢 它們是一個手作的產品來的 那所以呢 其實它們每一個形狀 都會有些不同的 那所以呢 我衛保要拍的時候呢 我就要用回 可能四至五款的boda soul 再插回去 那因為有些少不同的shape 那最重要最重要 就是最後一定要拍那個吉地的 即是完全沒有任何東西 在畫面的 純粹那個background 那你後期的時候 都有機會 或者可以容易一些 可以key回那個底石下去 那剛才拍完那些要轉的shape 然後現在呢 要拍一個static的 因為其實都有static 都有用的 可以用來做一個不同的key 都有用的 那我怎樣拍呢 這個static 那怎樣保持它不動呢 那我就是 大力加布 好 我把它圓圓全全的 黏住在箱裡 那現在就不會動了 當你拍這些產品片的時候 最重要的你都知道 那件產品本身它有什麼特色 那它這個特色呢 就是一個櫻花蝦的boda soul 那所以呢 我就專程就拿了一些櫻花蝦上來 那一會兒就會 在一個shot的時候 就會做一些 可能是撕櫻花蝦的時候 一些slow motion的shot 那它聯繫回那個product 那你令到條片給人知道 我究竟原來這個產品 原來它是有什麼特色的 有什麼features的 一件事 那是個特色的 一個特色的 那麼麽 那是我的特色 我你會�� breakout 那大概ק 那一段時間 我就算一次 有什麼特色的 你沒想到 可能會過 那些 retard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